老百姓装修花的都是真金白银 装修时多花钱不可怕 毕竟兼具颜值和实用性的装修效果 也能大大的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 但是最怕的是遇到一些不良商家 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 打着所谓专业人士的幌子 诱导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 根本不考虑实用性 这也导致很多不懂装修的小白 白白花了冤枉钱 入住后的生活一塌糊涂 本期内容 小冬就给大家分享7个 并不实用的装修设计 都是过来人总结的经验教训 希望看完这些错误的装修案例 能帮助你在装修的路上少踩坑 一 木地板通铺 如果遇到卖地板的商家 他一般会建议你通铺木地板 通常会说 你看地板的质感和脚感都比瓷砖好 而且户型小通铺地板也显文心 不可否认 他说的这些都是木地板的优点 但是没人告诉你 木材都有施杖干缩的特性 尤其是木地板 受环境温湿度变化影响 将来可能会出现旗鼓 开裂 缩水 变形等诸多问题 就问你这些能不能忍受 所以通铺木地板 一定要充分考虑室内环境 比如南方比较潮湿的地区 和北方有地暖的家庭 在我看来都不是很适合 如果对木地板有执念 可以考虑卧室铺木地板 客厅选择瓷砖也是个不错的方案 二 选科技部沙发 当你去买沙发预算不高 销售人员会给你推荐 科技部材质的沙发 告诉你它有真皮的质感 布衣的价格 而且具有三房的优点 防水 防污 防油 但是销售不会跟你讲的是 所谓的三房 其实只是迪伦布料上的涂层而已 它随着时间会老化掉皮的 具体是三个月 还是两三年 那一切就看造化了 而且实际上市面上的 高端科技部沙发价格 并不比真皮沙发便宜 档次和质感 却不如真皮沙发 低端的科技部沙发价格 基本和布衣沙发持平 但舒适性和透气性 都不如布衣沙发 所以科技部沙发 根本就是智商税 不想家里沙发 用几年就掉皮掉渣的话 尽量远离科技部沙发 三 卫生间用木门 你去买室内门的时候 商家会建议你卫生间也用木门 告诉你说 和卧室门保持统一 效果更好看 其实目的无非是想 多销售两扇门罢了 你要是盲目跟风 装木门 很容易踩坑 要知道木材 就怕潮气侵蚀 卫生间的水汽 就是木门最大的天敌 时间久了 受潮发霉 开边起皮是必然的结果 当然 卫生间也不是不能装木门 前提是 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 卫生间是带窗的名位 保证通风效果好 第二 必须做了干湿分离 在干区装木门 第三 淋浴区做预防隔断 并且最好距离木门1.5米以上 否则的话 还是老老实实选个太美合金门 颜值也不错 关键是不怕水汽 更精久耐用 四 安装壁挂马桶 装修卫生间时 不管是你家改水店的师傅 还是卖卫浴的商家 都会告诉你说 壁挂马桶好 宣空更美观 无卫生死角 也好打理卫生 但是说的都是优点 如果你只听这些 就往家里搬 入住后 就等着后悔吧 首先 安装壁挂马桶 要突出墙面20公分 不仅不节省空间 反而更占用空间 其次市面上的强排马桶 没有红西式 基本都是直排式 不仅废水 还冲不干净 另外 一旦水箱坏了 不好维修 而且壁挂马桶款式少 价格高 这些缺点 没人告诉你 壁挂马桶 一般只有在马桶位置 一味过长的情况下 为了解决 排水的坡度不够 需要马桶 直接连接 主下水管的情况下 才建议使用强排马桶 不要为了悬空不落地 浩达李卫生就去冲动的安装 壁挂马桶 与其花四五千去当冤大头 还不如买个同价位的智能马桶 更好用 5 卫生间用长条地漏 接着卫生间来讲 我们要购买地漏时 商家会给你推荐 长条地漏 推销话术 无非是颜值高 下水速度更快 我劝你别信 其实就是商家 想给你推销贵的产品罢了 首先 长条地漏 它的排水口也只有一个 所以排水速度 根本和普通地漏 都是一样的 其次 长条地漏 虽然好看 但是清理 真的是很麻烦 特别是嵌入砖的部分 容易藏污纳垢 时间长了不清理 反臭味不说 还会滋生小飞虫 就想问问你 每天都要花时间 去清理地漏 还要多花几百块钱 就是为了一个颜值买单 值不值得 普通地漏 经济实惠 还好打理 何必去花那冤枉钱 6 全无硅枣泥 有些卖墙面涂料的商家 为了销售硅枣泥 打着硅枣泥可以除甲醛的宣传噱头 忽悠业主 有人生怕装修不环保 影响了孩子的健康 于是花了一两万去做全无硅枣泥的 就是妥妥地交了智商税 事实上 硅枣泥涂料 它的主要成分是硅枣土 确实可以吸附室内少量油离的甲醛 但它只有吸附能力 并不能分解甲醛 说白了 它也只是甲醛的搬运工 吸附饱和后 还会释放 类似于活性碳 但是硅枣泥价格贵 出现磕碰掉粉 开裂都无法修复是真的 其实 无论是刷乳胶漆 还是铺装壁布 通过在墙顶面上 大面积的延展之后 就会挥发的特别快 像甲醛 粉等有害物质 在开窗通风下 基本上用不了一个月 就能挥发干净 7.选激光电视 买电视给你推销 激光电视说是护眼 我劝你别当冤大头 激光电视就是智商税 它其实就是前几年 液晶电视屏幕尺寸 还没有做大 价格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 推出来的过渡品 激光电视的厂商 实在没什么可吹嘘的 就拿护眼来做卖点 所谓的蓝光护眼 就是个伪命题 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 电视的亮度和对比度不够 会增加视觉疲劳 这个才最商业 电视产品最重要的清晰度 色彩 亮度 激光电视一样都不占 要说价格便宜点也能接受 但是你看现在市面上 80寸的激光电视 还卖一万多 而85寸的液晶电视 也就五六千 价格只要一半 关键是液晶电视 无论是画质 亮度 色彩度 都比它强太多 你要问激光电视 价格贵 画质差 为啥销售员还给你推荐 我只能说懂的都懂 说在最后 装修不要盲目的跟风和效仿 做任何装修决定前 要充分考虑它的实用性 尤其是在别人给你推销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 权衡利弊再做决定 因为掏钱的是你 踩坑了 遭罪的也是你